日本分子細胞生物學家大禹良典獲得本年度諾貝爾醫學獎 他是細胞自小研究的先驅 諾貝爾委員會在瑞典卡羅林斯卡研究所發表聲明說 大禹良典的發現開闢了很多途徑理解生理過程的根本重要性 例如細胞自我破壞的過程或者對感染的反應 大禹良典將獲得93萬美元的獎金 現年71歲的大禹良典是東京工業大學的教授 諾貝爾醫學獎是每年諾貝爾獎宣布的第一個獎項 諾貝爾的化學、和平、經濟與文學獎將會在這兩個星期內陸續公佈 諾貝爾醫學獎